第七題 油脂加氫氧化鈉產生脂肪酸鈉加甘油 下列有關此反應是敘述何者正確 這個反應就是所謂的燥化做肥皂 脂肪酸鈉就是所謂的肥皂 選項A甘油不溶於水是錯的 我們知道第二步叫岩溪 岩溪的時候呢甘油就會溶在飽和食鹽水裡面 前面呢也是可以溶於水的 所以A是錯的 C選項說 燥化反應通過濾脂過濾殼殼是藏物分離 不會 因為肥皂是可以溶於水的 甘油也可以溶於水 所以光靠我們的濾脂是無法讓它過濾分開的 所以C是錯的 豬選項說燥化反應是酸鹼重合反應 氫氧化鈉是鹼 但油脂沒有酸性 所以它不是酸鹼重合反應 所以豬的選項也是錯的 所以答案只有B是對的 這是我們要同學背的記的事情叫做 肥皂水容易呈鹼性 所以第七點問我們 下六關因此反應式的敘述 何則正確 我們答案選B 肥皂水容易呈鹼性 是嗎? 可以